日本最關心的一層學期 這個關心 會到72個小時 我到日本 見了36位發展派的國務院議員 包括前首相 以及未來要 擔任首相的日本人選 這一趟日本之旅 謝謝日本好朋友的協助 讓侯友宜這一趟友宜之旅 建立了跟日本政界真正的友宜 這趟來回日本的過程當中 我見到日本的政要 以及御建領袖 都非常的關心 台灣跟日本 緊密的連結的過程當中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人 他的每一件事 包括前首相 都是在關心 台海疾事 過去我們黨政策 執政的過程當中 台日關心 談的都是 經濟 貿易 文化 甚至包括很多 剛剛休閒旅遊的事情 政策 完全不一樣 談的都是海海危機 海海危機 是所有人最關心 也是日本 日本最關心 日本最關心的一件事 這個關心 沖溫的展現 他們對海海危機的憂慮 尤其包括前首相 都談到這些問題 有人特別提起和平跟戰爭 身為未來要當領導人負責任的態度 我充分地表達我的立場 我要勇外生命 報台灣 致死勿疑 我也非常清楚地 展現我的態度 兩個人要建立對話 避免戰爭 我們一定要自我防衛的能力 要不斷地提升 更重要的 要跟民主同盟來合作 我很清楚地表達 態度也很堅定 所以 我在這裡 我也讓 關心 台海危機的所有的好朋友 再三的強調 我會做到 讓台海安定 台灣安全 千節 民主自由 和盟友 都能夠安心 所以一起定先作戰 讓台灣 遠離戰爭 世界能夠和別穩定 謝謝大家